好,各位同学,那么前两节课我们讲了这样一个函数 它的两种参数的类型 接着我们来讲第三种参数类型 我们看一下 第三种参数类型是这样一个 我们把它叫做默认参数 那么什么是默认参数呢 顾名思义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场景 假如我这个函数的参数列表很长 我有15个参数甚至是20个参数 那么如果说我们强制要求别人调用你的函数的时候 一定要手动的来输入15到20个参数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合适的 当然我举的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如果你的参数列表里面有15个参数是需要传递的 我建议首先是你在设计函数的时候 就不应该设计这么长的参数列表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 如果你实在要设计15到20个 甚至是更多的参数的话 那么其实你应该选择 把这些参数封装成我们后面要学习的 这样的一个对象 把对象传递进来 这样的话一个参数一个对象 就可以搞定这15到20个参数 那么我以上讲的这两个原则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体会一下 好 那么既然我们是讲默认参数的话 就假设这个函数的设计是非常糟糕的 它有大量的参数需要你传递 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减少用户的输入 实际上来说的话 很多参数我们其实是可以给它一个默认值的 然后让用户不需要去输入这样的一个参数 比如说我可以让Y有一个默认值 那么用户在使用你的参数的时候 就只需要输入一个参数X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默认参数的一个作用 我们具体拿一个示例来看一下 好 我们在这里再新建一个C6.py 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 我这里面直接的编写了一个简单的函数 就不给大家在一堂堂打出来了 这个函数非常简单 从函数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出 它是打印出一个学生的档案 正常情况下 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函数的方式 应该是一个个的来传就出来 名字我们叫做姬晓蒙 然后它是一个男孩子 年龄18岁 然后我们这个学校叫做人民路小学 OK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函数的调用 那么这样的一个函数 加这样的一个调用 就是变形的 必须参数的一种定义和调用方式 我们稍微说小一点 我觉得里面是狭达的 18级还在像小学 这个我们不要太在意 那么我们这里来看一个具体的场景 假如说我现在要调用这个函数 要打印100个学生的档案 其中有98个学生 他们的性别 年纪 还有他们所在的学校都是相同的 只有名字是不相同的 我要调用这个函数100次 那么我每一次都要传入这4个参数 其中98次调用里面 后面的3个参数都是相同的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编程来说的话 是相当繁琐的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简化这样的一个调用方式 它可以让我们其中的98次的调用 只需要输入这样一个具体的名字 系小萌 而对于后面98个学生都是相同的信息 我们就不需要输入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 这个就是默认参数的作用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样的一段代码它运行之后的一个结果 清一下屏 然后呢 asson c6.py 对 报错了 对不对 还是这个问题 字符串不能和印类型的相加 我这里输入的是18 它是一个数字 我们把它强制的转身一下 用str 把这个数字转化成字符串 现在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报错了 对不对 上面是可以打印出来的 我叫纪小猫 我今年18 我是男生 我在这里弄小学上学 但是下面这个地方 由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参数列表 需要四个参数 但是下面只传递了一个 它违背了我们的必须参数的原则 所以说这个地方会报错 我们如果要实现这样一个默认的参数 让第一个打印和第二个打印的结果是相同的话 我们必须要修改函数的第一 那么怎么来设置这个默认值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参数形参 注意这个地方是形参 在形参的这里输入一个难 然后年龄我们默认到18 学校都是这样一个人名目小说 更改完成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运行结果 这里打印出来了 相同的信息 上面四个和下面四个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扎一个分隔线吧 大家看得清楚一下 好 这样就可以发现 上面的这样一个传入了四个参数的 函数的调用结果 和下面我们只传入了一个参数的结果 是完全相同的 那么两个函数 它得到的结果是相同的 但是调用的形式 我们第二种却比第一种简单非常多 所以说这个就是默认参数的作用 因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面 这个函数的参数都会选取这样的一些固定的句子 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就可以使用默认参数 来简化我们函数的调用 对于绝大多数的学生来说的话 我们只需要输入他们名字就可以了 因为后面的这些信息都是相同的 比如说还有另外的一个学生 他和吉小萌性别一样年龄一样 所在学校也一样 比如说有个叫实战当的 我们把它加一个分隔线 我们再看一下运行结果 我们拉大一点 我们可以发现后面两个函数调用 只有名字是不同的 其他的信息都是相同的 这是符合我们要求的 好那么假如说我现在有第三个学生 他和其他的两个学生除了名字不相同之外 他的性别和年龄也不相同 我们又该如何答应他的答案呢 我们看一下 假如说第三个学生名字叫习小乐 我们还是正常的传入习小乐 那么我们现在是需要去改变 这样的一个原有的默认知的 比如说我们要把男改成女 我们要把18改成16岁 那么怎么来传递成数呢 这个想也能够想得到 你直接在后面传参数就可以了 对不对 按照这样的一个必须参数的方式来传就可以了 女 然后年龄我们改成16岁 好 学校呢这个习小乐呢 和季晓梦和死感当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不需要去改变 最后一个参数的默认知 我们只需要去修改 第二个和第三个参数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程序的运行结果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对比一下死感当和习小乐 我们会发现呢 名字肯定是不一样 因为名字我们根本就没有使得默认字 年龄呢 我们已经修改了 实在男生是18 习小乐是16 然后性别我们已经修改了 由于我们没有去改变 第四个参数啊 就是我们的所在学校的这样一个默认值啊 所以说呢 习小乐啊 依然是在这明路小学上学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默认参数的一些规则 首先是啊 在定义的时候啊 如果你想让哪个参数拥有的默认值 那么呢 就在行参的后面啊 加上一个等号 并且呢 把你要给的默认值呢 复制给这个行参啊 等号 那么我们这里呢 就是啊 给了三个默认的参数 这个是在定义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点啊 如果你愿意的话啊 第一个内部 你也可以给它一个默认值啊 这个呢 也是可以的啊 全部都是默认参数 然后我们再总结一下 调用时候的一个规则 如果你呢 你没有给某一个行参 设置这样一个默认值的话呢 那么呢 你是一定要传的 比如说呢 内部我们没有给它设置一个 这个默认的阐属 那么你必须啊 在函数调用的时候 要给这个内部来传递一个时参 但是后面的默认的行参呢 你呢 是可以不传的啊 比如说呢 我们这里的两个实例 如果你想改变 其中一个行参 这个默认值的话呢 那么呢 就正常的 传递这样的一个阐属进来 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识别了 好 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 比如说呢 这个基小萌 第二个这里呢 我会传了 我把这个阐属给取消掉 我们看一下运行的结果 它会报错 因为呢 你没有给它默认值啊 所以说呢 必须要传一个阐属 至少要传递一个阐属了 回复一下 那么以上我们所讲的 就是默认参数的一些基本的规则 这个呢 是非常非常基础的 就是来解释默认参数是什么意义 但是呢 默认参数呢 还是有很多坑的啊 我们下面呢 来把这些坑呢 一个个的呢 给大家来采一下 避免大家以后犯这样的错误 首先第一个啊 最容易犯错误是什么 最容易犯的错误啊 是必须传的参数 和这样的一个可选的默认参数 然后后面呢 再加上一个必须传的参数 比如说呢 我这里呢 要输入一个学生的老师啊 Teacher 然后呢 我认为Teacher是一个必须要传的 没有默认值的 那么我们的形式就变成了 第一个呢 是这样的一个必传的 然后中间三个呢 是可选的默认的 最后一个又是一个 必须传入的参数 那么大家就这样的一个形式可以吗 对于这样的一种函数的定义方式呢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尝试的去调用啊 因为你的这样的一种定义方式呢 在Pathom里面的无法检测呢 你都是痛不过的 我们看一下啊 Pathom C6.PY 直接报错了 我们看一下啊 错误信息呢 是这样的一个非默认参数 跟着这样的一个默认参数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啊 你不能够把这个非默认参数 放到默认参数之后 那么我们换一句话来说 你要想设置这样一些默认参数的话呢 请你把所有的必须传入的参数呢 都放到最前面 后面的参数呢 清一色的啊 全部都是这样的一些啊 默认参数 不能够出现滚杂的一个情况啊 好 把这个默认参数消除掉啊 因为呢 这个是不符合我们默认参数的定义规则的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默认参数的 担用机制完美吗 还不行啊 我们还有一些情况呢 是我们没有解决的啊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 我们现在呢 有三名学生的 那么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啊 第四名学生的档案啊 分隔一下 对于第四名学生来说的话呢 名字呢 是一个必须传入的参数啊 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啊 第四名学生叫伯果 伯果呢 是一个男孩子 他呢 也在人民的小学上学 但是呢 他的年龄呢 不是默认的18岁 我们只想更改年龄 这样一个默认值 我们的这个函数调用 应该怎么写 我们模仿一下 习小乐的档案 我们只去更改 他的年龄呢 比如说呢 他呢 只有17岁 那么其他的两个 符合默认值的条件啊 他是男孩子 然后人民的小学 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 结果正确吗 正不正确呢 我们验证一下 编码呢 就是要有这样一种 实践验证的精神啊 他应该会报错啊 果然报错了 他还是报 我们的这个 必须是一个直串 不能是一个硬的整形 那么错误的原因 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啊 你想的是啊 你只去改变 这样的一个年龄 但是计算机并不灵解啊 对于果果的档案的调用呢 我们只传入了两个参数 那么实际上来说的话 这个呢 就类似于 我们的这个必须参数的 这样一个特点 它呢 是按照顺序 来把实参和行参对照起来的 那么我们来对照看一下啊 第一个果果啊 输入到内容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第二个参数啊 17 我们呢 按照顺序呢 会对应到哪里啊 会对应到性别这里 这是不对的啊 计算机呢 没会我们这么聪明 如果呢 你不明确的表示的话呢 它呢 只会按照行参列表的顺序 对应到实参这个传入这里来 上面 习小乐啊 之所以可以这样传的 就是因为啊 他的这样的一个实参的顺序啊 和行参是一样的 比如说呢 习小乐对应名字 然后女对应这样的一个性别 对不对 然后年龄呢 刚好对于年龄啊 那么前三个参数都对应没有问题了之后啊 第四个参数 由于是缺审参数啊 所以说呢 它是可以省略的 这两个行参和实参的顺序并没有变化 所以说呢 习小乐的答案是OK的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说 哎 这个地方是因为 因为你没有把这个INT 没有把这个整形可以转换 所以说导致的语法错误 没有问题啊 我们呢 可以都在这里呢 加上一个STR 强势的转换看一下 好 这样就不会啊 报语法错误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我们会发现啊 果果的答案变成了 我叫果果 我今年18岁啊 然后呢 我是17生 这个很明显的错误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这里啊 把年龄当作这样的一个啊 性别传进来了啊 所以说呢 会造成这样一个17生的现象 好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想想啊 除了这样一个地区参数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啊 是不是还有一个关键参数啊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这样 H等于17 标明我们的这个时期指的是这样的一个年龄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运行的结果 好 没有问题啊 我叫果果 今年17岁 我是男生 我在人民路小学上学 OK的啊 他们正确的把年龄呢 关联起来了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深入的学习一下啊 对于这样的一个关键字参数来说的话 你们是可以不遵守这样的顺序的啊 怎么理解呢 好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这里呢 指定他的这样一个学校 我们不叫人民路小学了 我们叫官民小学 然后呢 他就这样的一个性别啊 这不是男 我们呢 把它改成女人 现在呢 我们再打听看一下结果 没有问题啊 那么所以说呢 如果啊 你用关键字啊 这样的一种形式呢 来给参数复制的话呢 是可以不遵守这样一个顺序的 因为比如说我们按照参数的顺序 第二个呢 是性别的 但是我们第二个呢 却给的是名 我们违背了这样的一个行参的顺序 那为什么这样的一种形式 可以不遵守顺序呢 这是因为 计算机是知道你的这个时餐是付给哪个行参 非常明确 好 那么呢 我们再讲最后一种情况 默认参数的情况比较多啊 就是大家呢 要有心耐心啊 假如说呢 我现在呢 确实是呢 想按照参数列表的形式来给这个参数复制的话 第二个呢 是这样的一个肩斗 对不对 好 我们改一下啊 好 肩斗 默认 然后第三个呢 是年龄 年龄呢 我们呢 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时期来复制 最后呢 是这样的一个学校 好 后面我们来给删掉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时餐 其实呢 是按照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行餐的顺序 再复制到 名字 性别 年龄 学校 名字 性别 年龄 学校 但是呢 它会报错啊 我们看一下 好 看见没 这里是会报错的啊 错误的原因还是在于不能够这样混着啊 你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 默认子参数和必须参数混在一起来调用 和我们定义的时候是一样的 我们刚刚呢看到啊 定义的时候你必须啊 把所有的必须参数放到前面 然后后面的全部都是这样一个默认参数 那么调用的时候呢 是同样的 不能够这样混杂的调用 好 那么关于啊 这个默认参数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讲的呢 应该算是非常的详细了 默认参数呢 在理解上面不困难 但是呢 时间长了之后呢 还是比较容易 不忘了啊 好 各位订阅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课再见 请不吝 cos我们下期